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安迪讲故事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奥特曼的玩具 里面是塞罗奥特曼 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 接下来跟安迪一起去看一看吧 今天和我们一起来玩的可是超级厉害的塞罗奥特曼 今天的形态可是无限形态 那么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玩具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腰带了 小朋友对它是不是很好奇呢 我们可以把它从后面连接起来 可以把它挂在腰带上面哦 那么这个里面是装什么的 我们来打开看一看 里面一共有1,2,3,4 一共有4个小孔 小孔里面可都是装奥特胶囊的 就是这种啦 第一个胶囊呢 是欧布奥特胶囊 给它放到第一个盒里面 那么这一个奥特胶囊 可是一个怪兽奥特胶囊 第三个奥特胶囊 这是哪位奥特曼呢 它应该是最初的奥特曼 初始奥特曼 还有最后一个奥特胶囊 铭上按钮 它可以发光 它就是我们很厉害的 杰德奥特胶囊 除了腰带之外呢 还有我们的变身器 变身器也是需要奥特胶囊的 首先呢我们要把奥特胶囊 装到上面 一个 两个 然后拿出变身器 轻轻地扫一下 话说这变身器很厉害的哦 可以召唤怪兽和奥特曼 再落奥特曼 快把奥特胶囊交给我 好你个贝利亚 又来抢奥特胶囊 我是不会交给你的 那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贝利亚 第四九母光线 哇 看来你的功力大增 我一个人可不是你的对手 我要召唤杰德 并肩作战 塞罗 我来了 杰德 你来得正好 快 打贝利亚 没问题 十字冲击波 艾梅利亚光线 哇 算你们厉害 杰德 还是愿意和你并肩作战 哈哈 老搭档了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节目 记得点击订阅 下期再次来玩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詞曲 李宗盛